好,咱们一会儿上去和那种啊,上一会儿讲什么啊,讲的是通过通道来进行选区,对吧,原色通道里面有一些黑白灰的信息,那么通过这些黑白灰的信息呢,哎,方便我建立不透明的区域,来来控制选择或者萌的范围,对吧,那么咱们看这么一个图,这个图上上上上边一页是什么,是一个火,底下是一个什么,是一个水,那么那么 有个成语啊,有个成语怎么说的,哎,说这个事成水火,水火怎么样,不融呢,不融啊,哎,这个时候拿蒙板给它融一融,看能不能融起了啊,哎,是不是融上了,哎,把这个笔刷变小一点,你看,这火怎么样,是不是要烧在这个水上了,啊,像水中的火,是吧,水中的火, 那么为什么是水中的火呢,哎,一般都是水中的火,有没有火中的水啊,哎,很少这么说,你想想这为什么,水什么特点呢,哎,老子比较崇拜水,水什么呀,柔,对不对,啊,火呢,刚烈,外边要怎么样,要柔一些,内内心要怎么样,稍微有点刚烈,对不对,哎,那么这样的,这样的,哎,给我灰,半容不容,对不对,哎, 一块半容不容,哎,你看,水中的火是不是就产生了,哎,水火不容的东西都能产生了,还有什么产生不了的,是不是,哎,水代表什么呢,然后星空,星空,你看这星空,我现在一直思索一个问题,什么问题呢,这个通道跟涂层之间什么关系,你看这涂层是这样的,一个涂层非常简单,那比如说我再加一个涂层,加一个涂层,什么涂层, 加一个月亮涂层,哎,搁这,那么那么什么颜色的月亮呢,黑的不长,是吧,白月亮,你看这个白月亮,哎,稍微淡一点,哎,这一个月亮,那么这两个涂层跟这个通道之间什么关系,那我们把它拎出来,你看这涂层啊,这块是涂层,俩涂层,这边是通道,RGB通道,包括底还有一些通道,那么这些通道是干什么用的,哎,你看就这样了,现在选中这个涂层,然后就可见的话,它是这样的,这涂层跟通道什么关系,涂层所有的可见性, 你设置好了之后,然后影响了什么通道,影响了什么通道,影响的是,影响的是哪个通道,RGB通道,是不是,RGB通道,而这个,这个,再加一个通道相当于什么,我双击它,这是一个ARF通道,或者说我可以,它说它是一个专色通道,对不对,哎,都无所谓,比如说,哎,发什么光,发这个,这个黄光,或者白光,哎,都可以设定,对不对, 密度更亮一些,90%一些,影响是不是更亮一些,更,更飘渺一些,30%,它是不是更漂亮一些,专色通道,难,这个专色通道,跟这个ARF通道有什么区别,哎,你看,哎,双击它,只不过,只不过是,这个,这个,名称不同而已,对不对,这个,这个,倍蒙版区域和这个,所选区域是什么关系,啊,所选区域, 是什么意思,哎,所选区域,它是不是这个,是反向了,如果我只看这一个的话,把这个关了,它是不是反向了,看这个跟这个,是不是反向了,哎,那么,加上这个呢,它就,它就打光,哎,你说它是专色,它是专色呗,你说,你说发一个什么光,发一个紫光,啊,紫光,50%,他说,他说,是不是有点像这个,RGB通道里面的,这个,不是,像这个,这个,这个,通道,哎,通道,通道,通道,什么, 叫通道,英文名称是什么,Channel,对吧,Channel,什么叫Channel啊,Channel在这个,英文里面,它的原意,咱们都知道ChannelV这类东西,对不对,ChannelV之前是什么,是一个水渠,什么叫水渠呢,就是水流过的地方,如果它是一个水的Channel,那么它就是一个水渠,是一个河流,如果它是一个,电视节目的,Channel,它流淌的是电视节目,那它是流淌的什么, 它流淌的是,它就是一个频道,对不对,如果说它是一个,颜色光,打光信息的,啊,包括选择信息的,这样一个东西,那么它是一个什么,它就是一个光通道,或者原色通道,实际你会看到通道里面,这些本质是什么,本质上都是这个,RGB的信息,对不对,不是,都是这个黑白信息,有黑的,有白的,有灰的,如果我把它,应用到原色里面,那么它就是一个原色, 如果用到专色打光的上面,RGB红光的话,如果是RGB红光的话,它就是打这个RGB光的信息,如果是一个专色光,它就是打专色光的信息,那么如果说,我觉得它是一个阿尔法,阿尔法通道,它是存储选择不选择的,那它是阿尔法通道,那么如果说这块,我加一涂藏蒙版,加一涂藏蒙,加一涂藏蒙版, 有黑颜色,这是涂一涂,涂一涂这个白月亮,让它更,变成一个月圆,那么我切回到通道里面,看这两个关了,它是什么,它是一个涂层蒙版,是不是,它相当于蒙住了一些东西,对不对, 那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,如果说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选区呢,它存储的是什么,快速蒙版呗,它存储的是什么,快速蒙版里面选中与没选中的信息,所有的这些都是,都是这种,这种过渡啊,要么是黑,要么是白,要么是中间的过渡,对不对,那么这个是一个通道的本质,咱们可以看,再看一个,这个小岛,就是小岛,我觉得这个小岛怎么样,小岛应该这个小岛是, 黄颜色的,那么黄颜色小岛怎么这样做出来,把这个打上,打成一层黄光呗,黄光,黄光,啊,比较温柔的打上,三十的程度,是不是就发黄啊,对不对,这块,这个太阳怎么样,哎,那么我让它是所选区,又怎么样,它是不是就这块就发出一些光芒啊,对不对,白光如果说是, 实际它这个每个啊,咱们总结一下,每个都是什么,都是这样的一个色阶,最深的是白,最深的是黑,最浅的是白,那么如果说我让它存储的是蒙住还是没蒙住,那么这边是什么,全部蒙住,这边是什么,全部没蒙住,对吧,哎,如果这边是什么,那么中间过渡是什么,半蒙不蒙, 如果这边是选中,啊,这是什么,什么通道,ARP通道,这是什么,快速蒙版通道,对不对,那这是蒙版通道,或者快速蒙版通道,快速蒙版通道,快速蒙版实际也是一个选区,对吧,那么如果是选中还是没选中,那是什么,白是选中,黑呢,没选中,中间有256个过渡,对不对,如果说是打光,那么这边是什么,这种类型的光打满了,这边是什么,这种类型的光一点都没有,哎,是不是也是, 是从打满了到没有,是有一个过渡的,哎,那么这就是对它的一些总结吧,好,咱们再看,再看新的内容啊,新内容,新内容是什么呀,色彩模式,这个色彩模式,咱们都知道,那么这块有个图,它色彩模式是什么呢,哎,上来就看到了,它色彩模式是RGB8位,对不对,RGB的原色通道,8位的卫生度,怎么改啊,比如说这模式可以改, 对吧,灰度,灰度一下改到灰度了,哎,它变成什么,看它通道,是不是变成一个通道了,一个通道,原来是带闪的,三个通道符合起来,是,是,现在呢,就剩了黑白信息了,哎,这个过渡过程中,实际从RGB转到灰度的时候,可以,可以,可以有一些其他的,啊,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调整里面的通道混合器啊,哎,这个套位出现更多的这种,这种,这种,这种效果,比如说,它有些预设,预设什么呢,它这个红外线中, 黑白,你会注意到,它红外线中,黑白是什么,绿色很明显,红色和蓝色,稍微减,对不对,哎,它打上这钩,它就是这种了,包括这个,橙色绿镜下的黑白,你看这个是怎么样,哎,橙色绿镜,那么这个,这个时候如果一确定,你看它都是不一样的,对不对,啊,红光是,是程度是如何的,绿光程度是如何的,蓝光程度是如何的,哎,是不是能,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对比啊,对不对, 好,那么默认最简单的模式,就直接切到灰度,啊,直接切到灰度,到了灰度之后就可以怎样了,就可以切到,如果,如果,如果说不到灰度的话,这是灰的,位图到不了,什么叫位图呢,哎,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位图里面有什么,半调网平,大家看过报纸吗,报纸里面的像素是什么样子,会不会说是,这种,有这种颜色, 报纸里面的像素点,会不会有这种灰色,会不会有这种灰色,那咱们看看,实际它不会有这种灰色,它什么颜色的,把它转过来,转到半调网平啊,哎,这块出现什么,为什么要半调网平啊,哎,它有频率,有角度,这都什么东西,线米英寸,线米英寸,实际英文名称是什么,LPI,咱们选择几个PI了,LPI是打印的时候,或者说挂网印刷的时候,是LPI, PPI是什么,PPI,Pixel per inch,什么,图片分辨率,对吧,DPI是什么,DOT per inch,这是显示分辨率,这是图片分辨率,那么这是LPI,灌网印刷分辨率,那么这个时候一确定,所有的像素怎么样,绝对化了,变成什么了,变成黑白点了,这黑白点,它,说报纸就这样吗,确实是这样,挂网印刷,它就是没有说印出一灰色来,印不出来,运到什么, 当你帮你把它控到一定模式的时候,你是不是就感觉到这个很像一张报纸啊,是不是这个显示的时候就很像一张报纸,报纸实际就这样了,它没有所谓的黑白啊,没有所谓的,没有所谓的灰色,它都是通过黑白来控制的,通过点的密集这样来实现, 那么除了灰色之外,还有什么,还有什么,这个,这个,这个,色彩模式啊,双色调,什么叫双色调啊,咱们再通过这个,RGB能不能到双色调,你看啊,RGB怎么样,位图和双色调都到不了,必须得转到灰度,就像一个中转站似的,哎,你到这换车,哎, 要不然你到不了,哎,有一些现成了吧,比如说这个,RID啊,我喜欢黑,黑红啊,红与黑嘛,哎,这双色调,四,你看这鸭颜色什么样的,什么,一加二,对吧,只有两种,那么再加,再加三色调,再加个啥,加个什么啥,黄的,攀同色,哎,你看,攀同色,怎么叫攀同色来着,再往后看,四色调,再加个什么啥,再加个这啥,哎,都是攀同色啊,蓝的吧,攀蓝的一样, 这时候你看它的这个屏幕颜色怎么样啊,哎,实际还是一个什么,类似于从黑到,从白到黑的渐变,对吧,那么从白到黑的渐变中间有一个什么,有一个有有有一个色块,是吧,类似于这样的渐变硬射似的,一加二加三加四,对不对,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双击这个东西是什么效果,你发现了吗,黑色怎么样,黑色被控制起来了,对不对,红色呢,红色也控制一下,哎,这边 红色多点,那边红色少点,怎么样,蓝天是不是红色多一些了,这个东西很像一鸣片,是吧,你发现了吗,黄色怎么办,黄色也控一下它的曲线,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网,网一摔啊,每一个渐变硬射的点,它对应多少,对不对,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渐变硬射的,但后来就有了,那么把它这样拉一点,这样拉一点,再这样,这样拉一点,你看这个,这个黄颜色, 是不是就有范围了,对不对,如果说我往上拉呢,怎么样,发成了吧,发成了,对不对,哎,再看这个,最后一个颜色,哎,一鸣片也是啊,一鸣片,现在可能没什么一鸣片的了,是吧,一鸣片加一个色,加多少钱,对不对,哎,如果说我把它整个都打上,你看,整个打上,如果说整个没有,相当于三色调了,那么这个,再加个色,啊,油墨也不便宜,啊,油墨也不便宜,那么,好,哎,这双色调,单色调, 什么的,四色调,这个四色调啊,实际除了四色调,还有什么呀,还有一种颜色模式是索引颜色,那么什么叫索引颜色,咱们先切回RGB啊,RGB可以说是,最广泛的,最广泛的,人家索引颜色,直接转回就可以了,索引颜色,它可以选择什么,可以选择,颜色版,比如说选择什么颜色版,选择,Windows颜色版,哎,你看,这样一确定,有变化吗,哎,为了看清这个变化呢, 我再切回到RGB,现在还是RGB,对吧,文件里面有一个,存储外部设备和所用格式,啊,那么咱们都知道,索引颜色的容量比较小,它为什么比较小呢,首先看一下怎么压缩图片,啊,这个文件呀,存储为外部所用格式,外部就是网络,哎,为什么网上要压缩呢,哎,因为它需要,需要传输的比较少,对吧,哎,就是传输的容量比较少,你看现在的颜色表是什么样的,哎,是这样的,对吧,256个颜色, 对不对,那么现在是什么,什么色彩模式,RGB,对不对,那么GF的色彩模式是这样的,那么,那么把它放,放,放大一点,你可以看得看得更清楚一些,那么这个时候,如果说啊,如果说我把它改成什么,改成,改成,改成JPG会怎么样,你看JPG会怎么样,哎,JPG怎么样,再改,再改,改成PNG,实际你可以从这个四连里看到它的什么呀,看到它的容量,对不对,那么,那么,这个,哎,还得刷新一下,估计,好,出到了, 这个什么,这个PNG48,JPGF呢,53,这来差不多吧,PNG这个R4就比较大了,JPG,JPG是85,85是最佳的啊,它这就是最好的85,最差呢,最差呢,显然这里面会丢一些颜色,对不对,那么这个时候再切回到JF,JF,JF啊,我看它这里面有一些颜色,你看这是256种颜色, 如果说我改成8种颜色,会怎么样,8种颜色,哎,你看它怎么样,哎,我切到U化,再切回来,你发现它的,它的细微之处的区别了吗,哎,再看它的颜色表,它是怎么样的,颜色表,底下这个颜色表,怎么样的,哎,它的颜色表是,是8种颜色的,对不对,那么所谓的,哎,包括,包括你可以怎么样,你可以,可以改变它的这个,这个, 图像的大小啊,图像的分辨率啊,都可以进行改变,对吧,但是,所谓的压缩,它是一定是,就容量小了,一定是,这个,以什么为代价的,一定是以这个品质为代价的,那么,从我的经验来看,比较好的图片存储格式是什么呢,啊,比较好的是JPG,JPG,那么,那么你可以看到,它,它和原稿基本上是比较相近的,比较相近的,那么这个时候,游戏选择这个,比较高的这个,这个级别之后,它是比较相近的, 那么,这个,这个,这个GF一般用在哪呢,用在一些网页上的小动画,啊,叫网页小动画,你别把它这个颜色表设成8,8是压缩挺狠的,容量很小,256啊,它这个基本就,就还能接受啊,容量,但是容量会比较大一些,那么这个呢,就是这个所谓的存储啊,索引模式,那它还有什么样的颜色模式呢,再看啊,再看模式里面是什么,啊,看这个,CYK, 什么叫CYK啊,咱们都知道,这是印刷的成像原理,对吧,你会看到它是什么,黑色这一版怎么样,黑色这一版怎么样,哎,这一版非常白,如果是RGB的话,这么白的颜色怎么样,肯定是特别亮的点,但是呢,你看它是什么,不是那么亮,为什么呢,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往下印的,而光呢,是一层一层往上打的,一个是加色,一个是碱色,一个是越来越亮,一个是越来越暗,那么,就是RGB,CYK,CYK之后是什么,啊,LAB,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啊,啊, 明度,啊,明度,是一个通道,这个是一个,一个,一个色彩通道,它遵属色彩信息的,月亮说明什么,哎,它的月亮说明什么,什么树直怎么样,特别亮会怎么样,这个颜色非常浓,对吧,特别黑呢,这反方向的颜色特别浓,如果正好是128的灰会怎么样,比如说我在,我在这,哎,在这用这个画笔去涂它一下,图中纯白了, 你再看这是怎么样,这个品红色,品红色补色,还是在这个A轴上,品红色的补色,我,我再图一下,是不是青色出来了,哎,那么它这个什么,对比度就比较强,对吧,你色彩的饱和度就比较高,那么这是RGB和LAB,LAB,LAB之后是什么呀,可以看一下了这个,这个,多通道,什么叫多通道,看呀,一点多通道,分成什么,几个通道, 三色通道,是吧,一般来说,这多通道干什么用的呢,一般来说,它是CMYK,出片用的,比如说现在已经CMYK了,那怎么办,在图像里面是什么,模式把它转成什么,转成多通道,转成多通道之后,是不是正好,正好把这复合通道去了,这个就是你文件存储的时候,是什么,一般存储就这么选项了,EPS,EPS,专门是出片用的,那么,还有什么呢,还有就是色彩深度, 目前这个,再切回到最最简单的RGB,RGB可以说是Photoshop默认颜色,它里面是比较比较多了一个,多了一个黑色,把这黑色通道去了,那这就存到RGB,RGB,你看当然它这个,这个,这个颜色正不正,基本比较正吧,刚才怎么多出一个黑颜色呢,这个,这个,给它撤销,这样撤销,这就回到RGB了,RGB,那么,那么, 这个,RGB里面呢,它有这么一个东西,叫色彩模式,你可以看到,所以颜色是256色,它就对应颜色表,对吧,对应颜色表,那么RGB,它这个八位什么意思,八位,就是一个通道有八位,那么它总共多少个颜色,一个通道有八位,八位是二的八次方,每一个都是01,01,01,对不对,那么它总共多少,256乘256乘256,相当于多少, 咱们算一下200乘200乘200吧,200乘200等于4万,4万再乘200呢,等于800万,就是一个,一个,一个点有800万个,800万种颜色,800万种颜色,那么,16位呢,它显然更多了,对不对,一个通道有6万种颜色,那么它总共有三个通道,是6万乘6万, 这就多少36亿了,啊,然后再乘200多万亿,200多万亿种颜色,啊,非常丰富了,这个时候,如果到32位,更上一个财阶,什么叫这个,指数期的升高啊,别看这是8,16,32,指数期的升高受不了,容,文件容量会非常之大,非常之大,那么,它会更接近于真实的色彩,但是呢,你运行个,这个,曲线呀,运行个色阶呀,运行个滤镜啊,非常之慢, 而且有的时候,甚至32位,我都怀疑人也能不能分辨出来,啊,至少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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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能分辨不出来,那么,这次呢,主要讲的是这些种的色彩模式,色彩模式,啊,希望在压缩文件的时候呢,可以,可,可以选择到合适的色彩模式,这次就这样,谢谢大家,再见